那请齐芬姐来教教大家 其实亲子理财有很多好处 因为你从小让他有金钱关 然后有完整的理财概念 我朋友常常开个玩笑 他说呢 亲子理财最大的优点就是 让爸爸妈妈可以自在的退休 不会被托 对 好 那其实我就是觉得是说 大家要有这种理财意识很重要 但理财意识不能只有父母有 小孩子也要有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讲 这个儿女教育金的话 事实上 真正的话 六岁以前的来不及存嘛 对不对 所以主要是说 主要是把父母那个收入 就会用在子女的身上 可是我们真正可以存的话 应该是说大学的费用 所以应该大家全力要准备 包括子女可以自己来帮忙的话 最主要是存自己未来的 高等教育学费 否则我们台湾现在来讲 是什么 但学贷的是很多的 我记得好像有30几%的比例吧 对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这样 那如果说 孩子从小就存这个自己未来的一个所谓高等学费的话 那是不是父母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他就可以有余裕 也同时存自己的退休金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儿童理财也影响了父母的退休 所以就变成说是二者要同时进行 那对这整个家庭未来的一个财富 其实才是一个更有加分的这个部分 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同一笔预算啦 你又要存自己的退休金 同时又要存子女的教育金 那有些比较 可能爸爸妈妈又比较辛苦的人 他们同时还要有一笔奉老金 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那我们今天请秦芬姐来就是 直接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的 就是如何透过基金理财能够存500万的子女的教育金 那当然大家在聊说纯这个子女就帮小孩子也开始做一个理财规划 他们会不会就是说利有未贷 对不对 小孩子没有收入钱从哪里来 很多人会讲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呢 其实小孩子每一年过年是不是都会有红包 有压税钱 对有压税钱 所以其实这个的话 就是他们可以开始理财的一个开始 那假设说 这个每一年过年的话 我可以收到两万块红包好了 两万块红包 我把它拆成12个月 那是不是一个月可以投资2000块 那如果父母我再加个1000块 那就是就有3000块 就可以展开他自己的理财行动 所以说儿童的这个自己高等教育的理财 不见得完全要靠父母掏1万块 出来帮他做这个投资 如果孩子自己的压税钱 你用钱也可以投入一部分 那事实上父母的轻松减轻一些负担 那变成1万块里面有7000块 可以放在自己的身上 理自己的退休金 所以这就是变成一个 大家可以一起行动一个力量 那要投资什么呢 标的到底是哪些 其他点帮大家筛选出来了 好 标的什么的话 我觉得当然是要找那个未来成长性高的市场 然后我会建议尽量是有股票型基金来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常距离退休 或是距离子女要去接受高等教育 是不是至少有10年 甚至20年以上这样一个时间 时间很长 所以我们可以承担风险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尽量以股票基金来投资 那股票基金要选什么 我常常说第一个就选我们最熟悉的台股就好了 因为事实上台股基金的绩效 长线来看表现是相当的优异 那除了台股基金之外 还有什么选择呢 那另外当然就是像美股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 那如果不买美股 那至少你还可以买全球股票型基金 所以我挑了几档的话 大家看起来 其实它长线的报酬率也是不错 所以我是说 大家也不用在茫茫股海里面想说 要挑什么 我是觉得说 从台股基金或是全球型的基金 这边去下手就可以了 其实我透过这个表格 我有看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台股的市场真的很棒 很有生命力 很有复原力 包括像野村安联同一系列 这五年的报酬率是高达两倍 它其实比齐芬姐介绍的这些 美国股票型基金跟全球的股票型基金 绩效率是多达一倍 所以我觉得台股基金还是蛮值得布局的 虽然艳丽叫大家硬起来 不过我们说市场会改变 大家还是要持续追踪 好那至于亲自理财平台 其实现在也有不少的相关的这种的平台 那齐芬姐大概会怎么样建议观众朋友 让我们赢在交易成本的起跑点上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